你好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天天听好书 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搞定一 书的副标题 无压工作的艺术 看过书名我们就能大概知道 这本书希望帮你搞定工作 同时也帮你解决压力 本书的作者戴维艾伦是来自美国 是一名行政管理培训专家 也被称作是一名教育家 他为一些世界500强企业担任高级顾问 被誉为提高工作效率 开发企业潜力的大师 我们知道市面上存在很多经济管理类 个人管理类的畅销书 他们有的为你收集了大量成功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案例 从松下新支柱到乔布斯 再到马云 把他们的传奇故事是讲了一遍又一遍 可是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还有的为你抄录了满满一本书的心灵鸡汤 随手拈来都是一段段感人的话 可还是那句话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搞定一 无压工作的艺术 这本书里面没有商界名人的励志故事 也没有鸡汤式的人生赶布 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从业三十多年的经验 提出了一套管理时间和管理行为的具体方法 这套方法既适用于企业 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 目前这本书已经成为时间管理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书中提出的GTD概念 即英文get in sense down的缩写 是把事情做完的意思 执意过来就是搞定 也被许多领域长期广泛的应用 那么什么是GTD呢 接下来让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了解 一 一切从减压开始 GTD的目的 用途 以及适用人群 二 通过科学方法实现自我管理和时间管理 带你亲身体验GTD的五大步骤 听完之后你就会了解到这本书究竟提出了一套怎样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工作越来越繁重 越来越内心的时代 实现没有压力的工作 世界上的概念有很多 有用的概念必须有它明确的用途 GTD这个概念的用途是什么呢 学习GTD的目的又是什么 很简单 首先是为了实现没有压力的工作 接下来这个概念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第一种 是那些对自己的时间和事物缺少管理办法的人 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拖延症 对于他们 本书对症下药的提出了一套两分钟原则 这种简单明了的方法可以改善他们的习惯 第二种 是那些做事本来就很有条理 却发现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压力一直很大的人士 GTD系统有一套完善的方法和流程 帮助他们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缓解内心的压力 说到压力 如今的人们都在感叹工作压力太大 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于和过去的时代相比 今天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一辈子只用干一个活 种地或者上流水线 他可能会很累人 但是他的知识含量并不复杂 他不累心 但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 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在城市里 很多工作之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 你可能在学校里学到了一技之长 但世界变化太快 新工具和新要求太多 你必须不断地学习 同时日常事物也从来不会减少 伴侣和孩子 房 车 社交 家务 健康等等等等 事情太多了 没法一下子做完 就都堆在你的心里 这都是压力啊 而与此同时 时间还剩下多少 还有时间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吗 所以无数人都在感叹 时间真的不够用 这时候GTD的出现 带来了一套系统科学的解决压力的方法 所以很快受到了欢迎 好 那刚才我们了解了GTD系统的用途 还有适用人群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 这本书用怎样的方法 帮助我们解决压力 这套方法的核心是 建立一套完善的记录和行为模式 把原本储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各种任务转移出来 交给这个模式来记录和承担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的脑子里就不用再散满各种事情 可以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正在做的事情 从而达到消灭压力 高效工作的目的 那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书中介绍的方法 完成一次GTD模式的演习 第一步先建立一个目标 我们要让自己知道 执行GTD模式的目的本身 不是让自己便能干 也不是让自己学会什么特别的本事 而是让自己精神放轻松 精神轻松才能高效的工作和愉快的生活 接下来的一切步骤 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第二步确立一个大的原则 必须有效处理自己的承诺 无论这是对别人的承诺 还是对自己的承诺 这个大原则之下 又细分为三个小的原则 一 养成收集代办事项的习惯 二 要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三 要学会关注自己行动的结果 知道自己做了某些事情之后 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通过以上两个步骤 建立了目标 确定了原则 接下来要进入第三步 收集和储存 也就是把脑子里的事情放进篮子里 下面举个例子 让我们通过身边可能发生的具体案例 直接体验一把GTT的流程 小明最近很烦 他本来是个文职人员 老板却要他陪着见客户 他需要给重要程度不等的客户分别打电话 同时还需要处理自己本来的文职工作 见客户时可能还给老板开车 那就又涉及到和老板联系 约定时间地点 占用自己的私人时间等等 除此之外 陪老婆购物 接孩子放学 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务事 也不能不做 这些事情在短短的时间里 一起冲进了小明的脑袋里 弄得他心烦意乱 觉得忙不过来 没有头绪 但是如果用GTT的方法 把脑子里的事情放进篮子里 他就不用这么烦了 具体怎么做呢 根据前面讲过的原则 把生活中和工作中 所有值得注意的事情 所有需要去做的事情 都收集起来 你会发现 需要做的事情太多 需要做却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也太多 它们同时潜伏在你的脑子里 不仅会折磨你的意志 还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所以在全面收集这些之后 我们要把它储存在大脑以外的某个地方 储存在哪呢 地方有很多 怎么方便怎么存 如果你有手写或者使用打印稿的习惯 那就可以用文件夹 以及纸质的记事本 如果你已经习惯使用电子产品 那么你可以将它存在手机和电脑的电子记事本里 电子邮箱里面也可以建立个备份 如果你像听我们节目一样 已经养成了听东西的习惯 那还可以使用手机 录音笔等便利的方法 把自己代办的事情录下来 定期听一听 收集和储存的工作 听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很实用 并且人人都可以低成本的简单操作 但是不要低估它们 在GTD的体系当中 这是相当关键的环节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 收集来的事情 必须储存在我们的收集系统里 绝对不能储存在大脑里 如果你觉得有件事情记得很清楚 用脑子就能记住 不需要收集系统了 这样的事情 哪怕只存在一两件 你都无法真正信任自己的收集系统 因为你的内心深处很明白 还有一些没做的事情是藏在脑子里的 结果你既无法完全信任自己的脑子 也无法信任你的收集系统 乃至GTD模式 第二点 必须尽可能的控制收集工具的数量 笔记本也好 手机也好 够用就行了 千万不要东存一份 西存一份 把一件用来省力的工作 变成了新的费力的工作 三 收集的东西必须定期清空 那怎么清空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 刚才我们了解到 人们可以通过GTD模式 全方位的收集代办的事情以及信息 让大脑不需要储存大量繁杂的事物 从而解决压力 但我们知道 这些事情不会因为被我们收集了 就从工作中 从生活中直接消失掉 刚才讲到过 收集的东西必须定期清空 怎么清空呢 这就涉及到GTD系统的下一个核心环节 第四步 理清 收集的东西当然需要理清 否则你的储存器就会变成仓库或者垃圾箱 除了收集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满足感之外 对解决现实问题不能起到真正的帮助 怎样清空你的事物储存器 本质上其实就是找到你处理工作 处理各种事情的内在逻辑 找到最优的解决顺序和解决方法 这样因为混乱和繁杂带来的紧张和压力 也就会自然消除了 为了让你更轻松的听明白GTD的处理方法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小明很烦的例子里来 刚才讲过小明因为事物繁杂而感到恼火 接下来他采用了GTD的方法 首先是收集各种信息和代办事件 用GTD的术语来讲 这叫做收集材料 每收集一件都记录在自己的手机记事本里 他收集的材料就包括 每天上班都需要完成的编辑和写稿方面的文职工作 陪老板见客户的工作 需要给一系列陌生客户打电话的工作 见客户时需要讲解文案 以及之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星期六要陪老婆去麦德龙和万达广场 之后可能还要看电影 星期一三五要去接女儿放学 除此之外 需要研究微信公众号最流行的文封 以便在工作当中使用 陪老板见客户前后 可能还得帮他开车 有个亲戚最近要升职 让小明帮他修改数值报告 女儿需要上几个兴趣班 需要抽空去考察一下 此外几个老同学在约星期天一起钓鱼 自己还想看几本精彩的小说 好的 我们把这些材料呢 不分大小 也不分轻重缓急的记下来之后 小明开始挨个问自己 这些材料究竟是什么 需不需要对它们采取行动 答案是只有两个 是或者否 如果选择否 那就存在三种可能性 一 这件事情毫无用处 属于垃圾信息 不用保留 二 目前不需要处理 但日后可能需要处理 三 它具有潜在价值 将来可能会派上用场 或者作为参考 对于这三种情况 GTD系统都有相应的处理方法 但按照一般人的习惯 小明首先关注的 还是那些选择式的部分 也就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材料 对于这些材料 小明继续挨个问自己 对它们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请注意 所谓的下一步行动 指的是非常具体的行动安排 而不是那些空洞的概括性的展望 什么是空洞的概括性的呢 比如以前一些大型企业领导开会讲话 总要说我们要革新 要创新 要发展 但从来不提具体的方法和思路 所以台下的听众 听不到有什么有用的内容 昏昏欲睡 会议也就成了走过场 对于小明来说 什么优质完成本职工作 积极锻炼业务能力 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这些内容 也都不能称之为 下一步行动 下一步行动到底是什么呢 给客户打电话吗 打 先给谁打 先给与公司关系最重要的张总打 打电话说些什么呢 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并且告诉他 或者问问他 到时候主要聊些什么 需要定下来什么 这些就是下一步行动 一旦小明确定了 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他就立即面临着 三个不同的选项 一 立即执行 TTD提出了一条两分钟行动原则 就是说 如果行动能在两分钟之内完成 那么就应该立即执行 打个电话 一般也就是两分钟的事 根据这条原则呢 只要不是什么不方便的时间 小明马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第二个选项 只派他人 如果这个电话内容会比较复杂 绝不是两分钟能说清楚的 那么小明就要问问自己了 自己是不是最适合来打这个电话的人 是找秘书小刘打 更符合一般的公关规矩 还是请老板本人打 双方的身份比较对等 如果小明本人确实不适合打这个电话 那么应该委托更合适的人来打 第三 延迟处理 如果对方的老板是因为喜欢小明的文章 才促成这次合作机会 所以这个电话最适合由小明来打 但这样一来 电话中难免出现许多客套化和不可预知的内容 两分钟肯定打不完 那么这个电话就应该推迟处理 立刻把它记在下一步行动的清单上 等待以后来完成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产生小小的疑问 小明把这件事情延迟处理之后 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很简单 先过滤完记下来的所有材料 其中必然有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比如给老同学打个电话 说这个星期天要陪老板见客户 不能钓鱼了 改下次吧 这种事情两分钟就可以说完 再比如可以查看一下星期六的影院排片表 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电影 可以在陪老婆逛完商场之后看 如果有那就把票给定了 这种事情两分钟同样可以做完 再强调一次 下一步行动必须是可执行的具体行动 不能是谈人生谈理想的空话 好 刚才我们听到了 GTD系统理清材料的思路和流程 那为了让这个系统完善的运作 它接下来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刚才那些需要采取行动的材料当中 有些被延迟处理了 但延迟处理不等于可以放着不管 这些事情该怎么安排 第二 更早之前我们整理材料时判断其中的一些材料 不需要采取行动 对它们又怎么处理 第一种情况分为两种可能 一是需要在指定时间内完成 比如小明星期六要陪老婆逛商场和看电影 这时间就是固定的 可以用日程表来解决 二是需要尽快完成的 也就是说虽然不能两分钟搞定 但越快完成越好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给重要客户张老板打电话这件事情 当然是在做完那些两分钟以内的事之后 立刻搞定 第二种情况前面提到过 存在三种可能 一 如果这种材料属于垃圾 那当然是立刻删除它 扔掉它 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系统正常运行 二 如果这种材料 需要将来处理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备忘录 其中的内容都是那些并不紧迫的 但有点想做 或者将来有可能做的 比如明年来一场欧洲十国游 比如众筹做一部网剧等等 第三 如果这种材料具有潜在价值和参考价值 你可以把它归档储存进一个专门的参考资料文件夹里 好 刚才听了GTD模式的第四步 理清 因为涉及到大量具体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这部分内容稍微有些长 那听到这里呢 GTD这套时间与事物的管理模式 我们已经大概搭建起来了 简单的说 就是把所有需要做的事情从脑子里抽离出来 放到GTD的储存系统当中 然后整理它 一部分需要做 一部分不需要做 需要做的部分 我们先找出那些两分钟之内就能完成的 一一处理掉 然后通过日程表等手段 合理安排时间 解决那些延迟处理的下一步行动 对于不需要处理的事情 我们可以建立备忘录 资料夹 以及直接删除 现在我们来为这个系统的完工进行第五步 也就是最后一环的工作 那就是每周进行一次的回顾 还记得作者推出GTD的初衷吗 那就是让GTD系统帮助人们承担记忆和储存方面的工作 让大脑得到解放 得以更多的承担思考和想象的工作 同时 大大减轻人们的压力 为了保障GTD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采用这套系统的人 必须做到让自己对他放心 怎样才能放心呢 那就是不断发现和证实 这套系统的可靠性 所以 每周一次的回顾 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行动 看看自己处理了哪些事情 整理了哪些事情 确认所有事情都已经搞定 或者将要搞定 我们的大脑就可以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 无牵无挂了 到这里 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系统 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你建立得越完备 你就会越信任它 从而进一步使用和改进它 让自己受益 总结一下 GTD系统的五大阶段 一 建立目标 我们不是为了搞定而搞定 而是为了减压 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二 确定原则 基本原则是要求自己兑现承诺 有了原则 之后的行动才会靠谱 三 收集和储存 不是收集到脑子里 而是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放进GTD的篮子里 第四步 理清 储存的事情还得倒空 重点讲了两分钟原则和下一步行动 五 回顾 来验证自己搞定的成果 同时查缺不漏 以上就是GTD理念和一些基本的模式 介绍如何在生活和工作的两个基本层面当中 通过付出最小的投入而获得最高的效率 这两个基本层面分别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以及正在执行的行动 GTD模式没有什么复杂的内容 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工作硬件 是一种通俗易动并且操作简单的模式 也许听过刚才的内容你会觉得 对付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还需要这样的条条框框 好像并不简单 那么不妨我们换个角度想想 刚才举例中的小明 仅仅面对列举出的十多件事情就已经很头痛了 而在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面对的事情何止十来件 根据本书作者的统计 一般人会达到一百件左右 对于工作内容繁琐的职场人士来说 面对的事情就更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道理简单 运作流畅的GTD系统就显出了它的价值 好 对搞定一 无压工作的艺术这本书的分享 现在进入尾声了 再为你总结一下 本书首先从减压开始 为你介绍了GTD的目的与用途 以及它的适用人群 随后 带你亲身体验了GTD的五大步骤 通过科学方法实现自我管理和时间管理 从而实现轻松愉快的 无压力工作与生活 在此要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介绍的只是GTD的基本理念 和一些操作流程 在这个基础上 还有许多细节和推进方式 比如如何控制和推进自己的项目 比如如何选择和确定下一步行动 此外 上网一搜你就会发现 基于GTD方法推出的时间管理软件 就有好几百种 而搞定这套从书共有三本 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 搞定一 无压工作的艺术之外 还有搞定二 提升工作与生活效率的五三二项原则 以及搞定三 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艺术 这两本书都是建立在今天 为你介绍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流程之上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 好 搞定一 无压工作的艺术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